主,求祢大功无私,祢的判断非常正直,祢是仁慈的,求祢恩贷你的夫人。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因祢的心灵同在,大家平安,保路劝哥罗生团体,哥罗生的教会,要兼顾他们的信仰, 也提醒他们,要注意不要受骗。 有一些人可能来以美妙的言语来告诉他们,要骗他们, 所以保路就劝他们要小心面对这些人。 在我们的教会团体,可能我们也要注意同样的事, 可能有一些人就来,以美妙的言语,可能就会让我们的信仰受到影响。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愿我私业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忠罪,为此肯清醒终生同在圣物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救赎了我们,收我们为子女。 求你人生地照顾我们,使我们因信仰你的圣子, 真能获得心灵的自由,以继承天国永恒的产业。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徒至格罗森人书 弟兄们,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 就该在他内行事为人,在他内扎根建造, 兼顾你们所学得的信德,满怀感恩之心。 你们要小心,免得有人以骗人的哲学,以虚伪的言论迷住你们。 因为那些都是人的传统,世俗的学说,而不是出于基督的。 因为整个圆满的天主性,实在地住在基督身体内。 你们也是在他内得到丰盛,他是一切率领者和掌权者的元首。 你们也是在他内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而是受了基督的割礼,就是除去肉欲之身。 你们既因圣喜,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因圣喜借着信德,就是借着信使,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 你们从前因着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身,原来是死的。 但是天主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涂抹了那反对我们,控告我们欠债命债的债券,把他从中处去,钉在十字架上。 仗赖十字架,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然示众。 圣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圣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 圣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 我的天主,我要赞扬您,我的君王,我要永远歌颂您的名, 我要日日歌颂您,赞美您的圣名,永不停止。 圣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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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 愿您创造的一切都称谢您 愿您的圣徒同身赞美您 讲述您王国的光荣 传送您行事的威能 上主对待万有 温和善良 阿雷路 阿雷路 阿雷路亚 赞美天主 主说 我从世人中拣选了你们 是要你们去结果实 去结长存的果实 阿雷路 阿雷路 阿雷路亚 赞美天主 赞美天主 阿雷路亚 赞美天主 阿雷路亚 赞美天主 阿雷路亚 赞美天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业与那心灵同在 共读圣路教福音 赞美天主 阿雷路亚 赞美天主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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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平地上 有一大群门徒和他在一起 又有很多人从犹太 耶路撒冷及提洛汉其东海边来 他们要听他讲道 并未治好他们的病症 还有一些被邪魔缠绕的人 也都被治好了 群众都设法抹他 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 治好众人 上主的圣言 耶路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团体 我们自己的教会团体 是以哪些人组成的 以我们这里大平林 我们有汉人 我们也有原住民 而且原住民还分很多的 有阿美的 有泰雅的 还有其他的不能入开 可能有 那除了这些我们还有外籍的 那外籍还有分乐 有越南的 有印尼的 有韩国的 还有其他的 所以我们这里团体也有来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民族 在国外的话 在美国 在阿德兰大 在那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有很多的 除了美国人 还有 那个 摩西哥人 我们的亚洲也很多 印尼 我们台湾的 也是广东的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有的时候 在这个团体里面 可能因为他们的背景 本来是对立的 可能是对立的 但是到了团体里面 是因为我们的信仰 我们就变成兄弟姐妹 我们彼此接纳 虽然我们有 各种不同的背景 我们彼此接纳 我们成为兄弟姐妹 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听到的是 耶稣先招叫他的门徒们 跟他一起到山上 在山上祈祷 他祈祷完以后 从他们中间 找选了十二个人 给他们 成他们的一位总徒 那后来 他把这十二个人也排遣出去 所以要成为冗徒 要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是被招叫 但是这个还不够 我们也被招叫 我们招叫的非常非常的多人 来到耶稣跟前 但是耶稣招叫十二个人 培养他们 到最后就要派遣他们 那这十二个人 有哪些人组成这个团体呢 我们知道 有大部分的是渔夫 这个是我们知道 另外一个 有出卖他们自己国家的贼 出卖他们国家的贼是谁 就是税吏 税吏员 马斗 是因为他是跟龙马一起合作 等于说他是出卖了 他自己的兄弟姐妹 出卖他自己的国家 那除了马斗 渔夫还有谁 在我们刚才我们读的 还有热忱的喜满 热忱的喜满 这个热忱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热忱的喜满 他们是比较极端的 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民族主义的 为了他们自己国家 可以付出的 他们如果看到有人 出卖他们自己国家 他们宁愿用暴力的方式去应对 如果他们看到有贼出卖他们自己国家 他们一定会来以暴力的方式来面对 所以我们就看 有热忱的喜满在里面 爱国主义者 另外一个是有卖国的 就是马斗 其他的就是他们的教育程度 也没有这么高 就是渔夫 但是他们这些人 就是成为耶稣的宗徒 加入这个团体里面 那这个团体 还有另外一个人 出卖耶稣的 伊斯加略人 尤达斯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背景 但是他们到了这个团体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团体是很危险的 这个团体里面 也可以随时有冲突的 热忱的喜满 一看到马斗 他可能就站起来 就开始在那边 要用暴力的方式 来对待马斗 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团体 他们就是在一起 因为耶稣基督 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 接受了耶稣的教导 要彼此相爱 他们这个团体 才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才有一个力量 彼此接纳 彼此包容 我想我们也是一样的 在我们团体 有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背景 我们也一样 因着我们的同一个信仰 我们是兄弟姐妹 我们应该有彼此接纳 有包容 有宽恕 这个应该是我们团体里面 应有的态度 现在让我们一起 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结以你的旨意为全身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 以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 圣母玛尼亚 基督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适奉你 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于我们的身心 也从与 实验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实验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职地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 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 奉持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 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磨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放弃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尝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们 多么样多大多 心满法跟罗马 还要有的事 主也照着你 主也照着我 大家都来跟住 做主的门徒 主也照着你 主也照着我 大家都来跟住 做主主耶稣